你好,欢迎您每天听本书 今天我给你分享的是一本关于如何看到未来的书 叫做《理解未来的七个原则》 如何看见不可见,做到不可能 生活中你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场景 你会说,早知道那什么什么,我就会怎么怎么的 想想你说的这些话中 是不是也带着一丝事后诸葛亮的意味 以及无法预测到未来的遗憾呢 如果,要是时光能倒流二十年 你是不是也会想,也许创立腾讯或阿里巴巴的 为什么不可以是我 或者,至少我能够批颠批颠的跑去 加入他们的创始团队,分原始谷吧 又或者,如果你要是知道今天房价会涨成这样 十年前,就算全家砸锅卖铁 也得在北上广深多囤几套房吧 现在就不用这么每天苦哈哈的打工了 如果你看过去年那部十分火爆的电影 夏洛特烦恼的话 是不是也幻想过,自己如果是男主角的话 带着对未来的预知回到过去 就能够实现屌丝逆袭,迎娶白富美了呢 其实啊,无论你是身在职场 还是经营着你自己的事业 如果能够看到未来,把握未来 那这一定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能力 但是,生活它毕竟不是影视剧 我们也都没有超能力 没有人能精准地预测未来 但是呢,这本书可以帮助你迅速地找到了解未来的路径和方法 在美国,有这么一个人 号称它掌握着预测未来的秘籍 一般别人这么说,你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 呵呵 但是你不信,没关系 反正人家可是在完全不同的领域 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实打实的成就 这位大神啊,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叫丹尼尔·伯勒斯 他是一位美国资深的未来学家 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潜心研究科技的趋势 和他们在商业上的应用 他所创立的伯勒斯研究协会 也是全球有名的预测组织 他们做过几百次关于未来的预测 但从来都没有失守过 比如说,他在1983年的时候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必将发生数字革命 果然,手机、相机、还有电子邮件 在九十年代末的时候,风靡全球 然后他又在1984年说 2000年的时候人类将确定基因排序 果然啊,在2000年6月的时候 美国总统克林顿 还有英国首相布莱尔 他们共同宣布了人类基因密码的草稿 而且啊,更可怕的是 他不仅是谷歌、微软、IBM 这些顶尖世界500强公司的幕后军师 同时,他还是六家成功企业的创办人 是不是觉得人家彪悍的人生都不需要解释啊 2009年,你也许还记得 那是美国二十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 这本书的作者Daniel 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商业的训练和培训 但却以自己为样本 做起了创业试验 来证明自己能够预测未来的这些原则 是切实可行的 于是他成立了一家公司 叫做远景应用程序公司 他一边写作,一边实践 并用这些原则 进行了自己的公司定位 客户需求挖掘 目标市场选择 定价策略设计 市场营销拓展等等 不到八个月时间 他就实现了盈利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作者Daniel将首次公开 自己是如何精准预测未来的秘密 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 叫约翰·戴维曼 他是一位资深的作家 他写了25年的商业畅销书 Daniel在这本书中提供了好的内容 而约翰确保了行云流水的好文笔 可谓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 所以这本书一面是 就立刻成为了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美国亚马逊的榜首畅销书 受到美国商界精英的热烈追捧 坦白说 在读这本书之前 我个人是不太相信未来可以预测的 总是觉得像忽悠 而Daniel却说 万事万物的变化 其实背后都有规律 我们对未来的了解 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 只是你需要知道 自己该往何处看 这本书并不是真的能够赋予你 一种能够精准预测未来的超能力 而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事物的角度 你可以把它称之为远见力 它是一种思考的能力 让你学会分辨哪些东西未来必然会发生 而哪些只是有可能发生 这是一种可以开发和强化的技能 也是一种可以让你迅速了解未来的路径和方法 帮助你更好的在当下做出正确的决策 并且能够提前的采取行动 与其盲目的被未知左右 你完全可以学习这种洞察先机的技能 领先于其他大多数人 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说的直白点 咱们觉得很玄的预测未来 在人家大神那里已经是一门学科了 经过严谨而科学的论证 有着独立的逻辑和道理 只要掌握了这种洞察先机的思考力 你就可以看到不可见 做到不可能 就好像电影《星球大战》当中演的那样 一旦掌握了原力 那么人对事物的认知便会出现质的升华 Daniel在书中提供了 可以触发你远见力的七项原则 这是他二十多年来系统研究和应用的成果 我感觉价值连成 但是七个太多了 我帮你归纳总结了一下 大概分为三步 第一步 看见不可见 第二步 做到不可能 第三步 主导你的未来 让我们一个个来说 首先我们说说什么是看见不可见 不管这个世界再怎么瞬息万变 但可以确定的是 在不确定之中一定蕴含着确定性 想要看到未来 最重要的是能够找到不确定性的规律 即确定性是什么 Daniel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方法 那就是要区分硬趋势和软趋势 比如说十年后你会老十岁吧 这就是硬趋势 而你的身体状况到时候是好是差 还是跟现在一样 我们都无法百分百的确定 这就是软趋势 因为你能够决定它的变化 再比如说 当我们听到人工智能AlphaGo 战胜了韩国的世界级棋手李氏石时 你应该可以判断出 人工智能将会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取代人类 这也是硬趋势 但人工智能啥时候普及 以及优先在哪些领域会取代人类呢 我们都说不好 这是软趋势 总的来说 硬趋势是绝对会实现的 是未来的定数 比如说四季更替啊 潮涨潮落等周期性的规律 或是像人的衰老 科技进步等规律 我们是不是都能够从中 找出来显而易见的确定性呢 而软趋势是可能会发生的 未来的变数 换句话说 它是可以受我们人为所影响的 找到硬趋势 我们就可以发现未来 而找到软趋势 我们就能改变未来 书里面有个例子啊 我觉得还挺震撼的 说的是1993年的时候 作者Daniel 他去全美书商协会做演讲 据说呀 现场有一万多名书商 他当时在现场预言说 两三年内 网络虚拟书店一定会出现 而这将改变人们的构书方式 在场的所有人 都认为这个人是个疯子 在那个年代 这些人压根都没见过互联网 就连最早期的网警浏览器 都还在娘胎里呢 就更别提什么网络虚拟书店了 然而 那次演讲一年之后 就有人成立了一家公司 叫Cada Bra 又过了一年 Cada Bra便推出了网上书店 日后更名为亚马逊 而那个人就是贝索斯 又过了四年 贝索斯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成为年度风云人物 大佬不愧是大佬 看看人家这远见力和执行力 网络虚拟书店的出现 这就是硬趋势 你也许会想 那有没有一些规律 可以帮助你 发现硬趋势作为参考呢 答案是肯定的 Daniel总结了一套科技发展演变的八大规律 对你掌握如何看到未来清晰的硬趋势 非常有价值 那就是去物质化 虚拟化 移动化 产品智能化 网络化 互动化 全球化 还有汇聚化 听起来有点不容易理解 对吧 没关系 我举几个例子 你听听就明白了 几千年来 人类文字的载体 从竹简 只发展到电子文档 这个就是去物质化的过程 而用软件模拟现实 例如模拟原子弹爆炸 再比如说网络的虚拟书店 虚拟人生等等 这都属于虚拟化 我们越来越多的使用手机 iPad等移动终端 随时随地的获取信息和进行互动 这就是移动化 有一天 你在路上开车 突然车上的语音提示你说 后面轮胎快没气了 然后定位系统告诉你说 前面三公里有加油站可以充气 通过传感器和网络 实现了小到手机电器 大到建筑交通等等的人工智能 这是产品的智能化 今天人和人 人和物 物和物 都可以通过网络实现 实时的互联 互通 信息的传输 这个是网络化 以前我们在网上单项看新闻 博客 微博等等 再到社交媒体平台的互动 从单纯的看电视节目 再到参与到节目的投票 抽奖 包括在虚拟现实世界里面 实现虚拟的第二人生 我们越来越拥有能力 和各种各样的东西进行沟通和互动 这是互动化 我们可以实时的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 或是很多中国软件公司 可以跨地域 跨国界的雇佣外国人 进行程序开发 程序外包 这都属于全球化 像智能手机现在汇集了电话 相机 音乐 地图 等等等等的功能 像书店 结合了咖啡店 快餐 等等 都实现了一加一 大于二的效果 这就是汇聚化 也许你还能从身边 找出非常多 符合这八大规律的例子 例如网络购物啊 VR虚拟现实 互联网金融 智能机器人 等等 都是沿着这八大规律 不断进化 而当你掌握了这些明确的硬趋势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呀 有好多事都可以用这个规律去预测 这就是作者丹尼尔所说的 我为大家总结归纳的第一步 看见不可见 我们讲了哪些是硬趋势 哪些是软趋势 还讲了判断科技领域 硬趋势的八大规律 这第一步要怎么指导我们的实践呢 当然就是要抓住硬趋势了 这就是未来显而易见的机会 作者说 只要有可能 必将会实现 你不去做 那么别人就会去做 想必你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或体会 很多事情别人最后做成了 也许你当时自己也有想过 只是因为不确定或害怕冒险而放弃了 当你看到未来的确定发生的硬趋势时 你就可以通过从被动到主动的思维方式转变 毫不犹豫的在趋势来临之前 就开展行动 占领先机 你看看马云 他之所以成为今天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 就是因为他那无人能及的远见力 17年前他就看到了中小企业进出口贸易和电商的硬趋势 而17年后的今天 他又看到了网络数字信用将成为货币的硬趋势 于是他搞了芝麻信用积分 并用支付宝疯狂的拉入用户 他总是不断的能够把握先机 每次都是抢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之前 就出手行动和布局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好互联网或电商时代的机遇 而耿耿于怀的话 那么下个10年20年的机会 你就不妨用Daniel教你的这套判断的方法 在你擅长的领域当中去挖掘机会 当然了 有人应看见未来而成功 也必然有人应看不见未来而失败 Daniel在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他说过去几十年间 美国三大汽车巨头 因为忽略了新兴国家中产阶级人口的暴增 将油价的线性变化误判为周期性的变化 没有及时发现用户对于省油车日益增长的需求 而是不断的制造大排量的汽车 其实只要能判断油价上涨是个硬趋势 那就绝对能预测未来汽车将越来越环保和省油 甚至有一天将不再完全依赖汽油 如果只是一厢情愿地期盼油价下降 不断制造大能耗的汽车 而不是去想办法研发新能源汽车 实在不明智 最后的结果 你可能也知道了 通用汽车破产重组 而其出售的汉马业务 也正是他们旗下最耗油的车总 跳出这本书 说点我个人的经验 我在给那些希望融资的创业者做辅导时 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之所以那些看上去貌似方向相同的创业项目和产品 团队其实看上去都很不错 但有的很快能拿到投资迅速发展 而有的却没有 很大程度上 公司的发展速度和天花板 取决于不同创始人所能看到的未来 对未来的认知水平差异 会产生不同的判断结果 而这会导致在公司的市场定位 战略路径的选择 商业模式的设计 产品的开发 竞争壁垒的构建等等关键方面 产生重大的影响 早期看上去似乎看不出什么区别 但是一两年之后 这些公司就会迅速拉开非常大的距离 记得有投资人在评价滴滴打车的创始人陈维的时候 曾经这样说过 陈维是我们看过这个行业的20多家公司当中 对打车和出行这个市场的理解 思考最深刻的一个 也是看得最远的一个 所以我们把钱投给他 那么不妨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自己是老板或投资人 是不是也一定会重用那些 投资那些更有能力看到未来的人呢 书中提到了一个洞察先机的好方法 叫做未来标杆学习法 比如说你想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对吧 那么是否可以从身边找一个你觉得特别崇拜或敬佩的榜样 在工作当中 当你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跟同事沟通还是制定决策 你都可以想想 如果我要是这个人的话 我会怎么做呢 然后你可以尽可能的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来做事情 这样你很快就可以成为这样的人了 想起我当时在外企的时候 很多同事挤破脑袋都想要到总部来工作 也许就是因为在总部可以天天跟CEO打交道 更好的去发展和学习 能在榜样身边提升自己吧 而如果是精英公司的话 你看移动互联网这个行业 是不是已经被BAT这些巨头所垄断了 那么我们的机会也许不多 而且竞争激烈 而你可以预见到下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即将来临 与其我们在移动互联网的红海当中 去跟这些巨头厮杀 不如结合未来的硬趋势 预测一下 如果是BAT 他们会在人工智能时代怎么做呢 是不是有可能跳过移动互联网阶段的产品 而从人工智能时代的产品开始思考和行动呢 这样也许在下个时代来临时 你就具备领先优势了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步 看见不可见 一旦你能做出判断 某个未来可能出现的硬趋势 那就要赶紧抓住他 因为那是必将实现的事情 你不去做就会有人做 谁先做 谁就能抢占先机 好 我们再来说说第二步 做到不可能 如何做到不可能呢 Daniel在书中提出了三个提升远见力的行动原则 那就是第一 变革 第二 跳出你面临的问题反其道而行 第三 重新定义和创造 如果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的话 那就是 你要充分意识到 这个世界因为科技大爆炸 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预见未来的远见力 就是要跳过眼前的问题 用一些颠覆常理的逆向思考 寻找真正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从而找到自己的核心优势 并重新定义你的价值和产品 有点不好理解 对吧 好 我来给你举几个例子 你听听 书中有个例子是说 过去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往往都是渐进式的变化 例如像音乐行业 之前从黑胶唱片 再到合适的磁带 再到CD 索尼还有华纳等唱片公司 曾经都靠这些 创造了空前的繁荣 而在带宽 运算 存储 三大数字化油门 全力开进的硬趋势下 他们却过于依赖 曾经销售实体产品的基础 而忽略了虚拟音乐的发展 而一家被业界普遍唱衰的公司 却看到了这个趋势 并相继推出了iPod 数字音乐播放器 和iTunes 在线音乐商店 从最早被专家 还有巨头们看不起 认为纯粹是妄想 肯定没有未来 到成为美国最大的音乐销售商 只用了不到七年时间 我想 你已经知道了这家公司的名字 它就是苹果 2001年 当iPod推出时 MP3播放器 仅仅只是一个5000万美金的市场 而五年之后 这个市场的销售额 已经超过了20亿美金 iPod的出货量 也高达2.5亿台 这就是远见力的意义 这就是创新的含义 满足消费者 他们自己都还没有发掘的需求 说不出来的需求 这才是公司基业长青的真理 音乐媒体从实体变成虚拟 不正是技术进步的去物质化 移动化 还有网络化的规律吗 当技术革命推动了一个新的时代来临时 那些曾经成功的公司 以及传统的成功法则 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 仅仅只是通过更大一些 更强一些 更快一些 更高一些 这些建立在现状基础上 打补丁式的进步和改变 是远远不够的 你需要做一些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事情 就好像是在升级全新的操作系统 只是渐进式的改变 注定是要完蛋的 你需要的是变革 根本性的变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行动原则 变革 就好像曾经在PC时代 风靡全球的QQ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出现了微信 导致很多人的日常通讯 都从QQ变成了微信 甚至是在电脑上 也都用微信的电脑版 你看 如果微信不是腾讯的产品 那么也许今天 腾讯在社交领域的霸主地位 就要拱手让人了 也许在未来 AR增强现实的时代 又会有新的社交平台诞生 是否还会是腾讯呢 想想这种颠覆 来得如此的突然和剧烈 也是挺可怕的 作者他在书中还讲了另外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一家叫做李来的世界500强公司 是世界上最大的医药公司 他们曾经研发出了胰岛素 青红酶素等等重要的药物 而他们在2001年时 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困境 占公司销售额比重最大的抗抑郁药百优解的核心专利 即将过期 而下一代新药呢 却遇到了重大的研发难题 迟迟突破不了 这些坏消息 使他们的股价一天之内就下降了30%多 相当于蒸发了超过360亿美元 而需要解决的新药研发问题 他们却至少需要再增加1000名研发人员才能完成 但他们却没有足够的钱 一般人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想 那他们的问题说穿了不就是缺钱吗 但你再仔细想想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我们跳过钱的问题 你就会发现 李来真正的问题 应该是如何搞定新药的研发 对吧 那么李来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他们大胆的创建了一个面向全球的在线科学论坛 将自己遇到的研发难题在全世界进行悬赏 招募并利用全球的科学家资源参与解决 最后终于搞定了新药的研发 既省了钱 又很快解决了问题 很多时候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问题时 最先映入眼帘的问题很有可能不是那些真正的问题 就好像李来的问题 表面上看上去是钱的问题 而实质上是要搞定新药研发 即使是最聪明的人 只要问题问错了 也只能得到错误的答案 你可以尝试一下从老旧的思维惯性当中跳出来 think out of the box或是think different 去挖掘问题背后的问题 从而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想把握未来做到不可能 你就要首先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 这将为你带来全新的解决思路和创造力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项行动原则 跳出你面临的问题 反其道而行 作者有个叫Lilian的朋友 在他身上还发生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Lilian是一个房地产的经纪人 他跟他老公两个人 在一年的时间竟然做了五亿美金的销售额 而他们卖的仅仅只是普通的房子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意味着他们即使每单卖的 都是两百万美金的高价房 一年也至少要卖出去两百五十套 每一天或一天半就得成交一单 可是他们却真的做到了 他们的成功秘诀 说起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他们是全美国第一个 为客户设计独立网页的房地产经纪 在这些网页上 不仅有每个房间的照片 还有窗户外面的景色和院子的景观 为了在看房过程当中 跟客户更好的交流 他们竟然跑去买了一辆英国出租车 为啥是英国出租车呀 因为这种出租车的座椅 后两排是可以面对面的做的 这样他们在陪客户看房的路上 就可以更好的跟客户面对面的聊天了 买卖成交之后 他们还会帮客户免费搬家呀 评估周围的学校呀 办理小孩上学呀 甚至包括做做清洁 请请牙医等等 这些小事听上去 是不是觉得很简单 但如果你要是不热爱 不用心的话 是绝对不可能从这么多的细节上 为用户创造出这么非凡的体验的 你说你要是客户的话 是不是也会想着 我帮他们再介绍几个客户呢 不满足于当一名普通的经纪人 而是选择发挥自己的优势 重新定义和开创了一种 全新的房地产经济服务 这才是历练成功的秘密 所以想把握未来做到不可能 你还需要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事物 创新的对事物进行重新定义 和革命性的创造 才能实现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项行动原则 重新定义和创造 好 说了这么多 你有没有一些触动呢 站在科技发展的硬趋势上 你可以向外跳出来看 也可以逆向而行 还可以摧毁那个点 重新定义和创造 从而发现自己的独特价值和优势 塑造更好的未来 总结一下 通过变革 跳出面临的问题反其道而行 重新定义和创造这三项行动原则 我们实现了第二步 做到不可能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主导你的未来 这是一个更包罗万象的远见利原则 如果你不主导自己的未来 那么别人就会来主导你的未来 Daniel在全球进行演讲的时候发现 无论听众是老师 护士 还是经理 总裁 大家都有一个共性问题 就是大家整天都在面对和处理紧急的状况 就好像是陀螺一样被人抽打着 转来转去 总是处在被动的状态 几乎抽不出时间去思考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以及和自己未来的关联价值 你是否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啊 你完全可以尝试停下来 去好好的问问自己 什么是我现在眼前的问题 我未来的几个星期 几个月 几年之后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你主动的去思考自己的未来 那么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而不是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再来后悔 或被动的应对 弄得自己整天焦头烂额 还不见得有好的结果 丹尼尔在书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方法 叫做未来愿景 你可以尝试将自己投射到未来 再回头看看自己现在的位置 这是远见力技能的关键 它不同于目标 计划 野心 或是愿望 未来愿景不是你希望或努力的方向 而是你实际持有的对未来的预期和读定 每个人脑子里都会清晰或模糊的 有一个关于未来的愿景 只是你可能从来没有尝试去明确 它的画面还有细节 但是 即使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其实你的行为一直都在受它的控制 未来愿景决定了你所有的思考和行动 不同的未来愿景 会为你创造出不同的现实 你看向哪里 就会去往哪里 这一点 让我不禁想起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大师 斯蒂芬科维 在他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书中 也有提到类似的说法 他说 任何事情都有两次创造 你心中对于未来愿景的构想 称为一次创造 而在现实当中 你去实现它 称为二次创造 对于任何人来说 如果没有做好一次创造 就很难做好二次创造 你的未来 其实就源自你的内心 对于未来愿景 丹尼尔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试验 他用这个原则 来帮助一些成绩不好的初中生 在他第一天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 就在每个人的成绩单旁边 写下了一个A 对于那些早已经习惯了 不被尊重 不被信任的孩子们来说 这无疑于一种全新的体验 没有人在将他们的起点设在低分 反而是从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开始 从一开始就相信 他们每一个人 原本都是非常聪明的 都可以做到 除非他们自己希望证明 自己真的很笨 而不去努力的话 这样出其不意的做法 极大的激发了孩子们本能的自尊心 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被人认为是笨蛋 到学期结束的时候 这些以前只能拿D或F的孩子 成绩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许多人都拿到了A 最次也是B或C 从这个小故事当中 你可能也感觉到了 如果你想让结果发生变化 就要首先去展望一个有着好结果的未来 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 有意识地去设定清晰的未来愿景 这样我们才能引领未来 有时在生活中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 比方说 你可能希望多花点时间去陪陪爸妈或儿女 但是当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又总是被突如其来的临时工作 还有各种各样的状况所打断 这件事情确实让人很无奈 但是丹尼尔却说 这种情况啊 其实完全是可以被改变的 只是需要你明确对自己的未来而言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重新去梳理自己生活当中 所有事情的优先级 那么你就可以做到去掌控自己的未来 他提了一个好方法 叫明日实验室 你来听听看是不是有启发 所谓的明日实验室 其实就是需要你每周投入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 将你的手机 电脑和所有可能影响你的事情 全部都停掉 停止去思考眼前的问题 以及什么交电费啊 带孩子啊 这些琐事 然后去想象你的未来 在脑袋里面 不断的去想象你自己想要的未来的样子 只要你不断的坚持 慢慢的 你就会看到不远的未来 一旦你看到了未来的确定性 你的潜意识就会一直在后台工作 不断强化你预见未来的能力 然后你就会开始发挥远见力了 这也能够让你走出当下被动与困窘的循环 获得对生活和工作的主动权 从而主导自己的未来 好了 这就是理解未来的七个原则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他告诉我们 为了更好的应对未来 我们需要这样做 第一 看见不可见的 找出未来的硬趋势 从而洞察先机 你可以参考八大规律 去预测明天和后天会发生什么 然后采取行动 抢先一步 第二 做到不可能的 如果只解决今天的问题 仅仅是避免问题的恶化 这还远远不够 你需要跳出眼前的问题 用逆向思考去寻找真正的问题 然后根据自己的核心优势 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去创造 第三 积极主导自己的未来 所有的人都不希望被动的活着 那么就要积极的去树立未来的愿景 规划未来 影响未来 因为我本身是做创业和投资的工作 看着这些洞察未来的思维方法 有种抑制不住的激动 这些全新的认知 不仅对我自己做投资判断 非常有价值 而且对于创新和创业者来说 更具备醍醐灌顶的指导意义 虽然我们整天都吵吵闹闹 总是将梦想挂在嘴边 但却从未想过 将未来作为一个可控的问题 去严肃思考和面对 远见力只是我们对那些传奇和神话人物的顶礼膜拜 因为我们从未想过 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掌握那样一种能力 我想这也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所在 让所有的普通人都可以找回本应属于自己的远见力 一旦你拥有了远见力 也就拥有了主导自己未来的能力